我的五人比我一百 还是工匠 我从未见过如此 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 最多一刻钟 你的人头就要落地 我也希望你在一刻钟之后 也能这么自信 丞相大人 一刻钟都过去了 你的人 怎么还没传来解报呢 肯定是你的人 东躲西藏呗 但是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些都是徒劳的 你等着人头落地吧 这不是捷报来了吗 怎么回事李将军 区区五个工匠 怎么连你也伤成这样了 他们造出了一种救护枪的武器 三百步外 列入许法 根本无法靠近 那我们赢了吗 除了我之外 全部阵风 他们 一伤亡 不可能 我的精润护卫队 怎么可能连五个人都打不过 这绝对不可能 别忘了 你刚才的赌约 咱城外不是二十三千人吗 把他们都带过来 我就不信我连五个人 我不信杀不光 我去过他们的仓库 他们装得满满当当 确实火枪 而且还在急速地发展 我想 就是数万大选 你好毫无胜算 错 不是这五八手枪 怎么个人 都是我姓 顾建堂 该你履行你的承诺了吧 任凭本王出去 笑话 本上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丞相 怎么可能给你们履行诺言 他们没有资格 本官应该有吧 奉陛下口谕 顾建堂心怀捧测 意图谋反 证据确凿 人生自而出持 陛下 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四十大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陛下一直想要除掉 赵飞扬和顾建堂 只好借王爷您的手 啊 陛下其实更想干脚你 我死了 下一个 下一个就当你了 刘大人 快叫大夫 楚莫 楚莫 对 你也是我见过最特别的男人 好想嫁给你 他来不及了 能让我死在你的怀里 连好永远去梦幻 不现实 不严重 原来 你又来世 刘大人 姐这里的事京城已经传遍了 多快的楚莫 要不我们早就成了女皇的刀下鬼了 你见到女皇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见到她了 女皇本想借顾建堂和赵飞扬之手除掉我们 但奈何火箱的威力实在太大了 而且有时又临时反水杀了顾建堂 现在她已经不敢情绪妄斗了 二小姐 玉佩呢 华将军 你愿意 跟我一起 你 我只能陪你到这儿 不 我也愿意跟你走 那王位怎么办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我会传给小林便是 不 我不要这王位 我也要跟你一起走 不行 这块玉佩只能送走三个人 王爷 你怎么知道玉佩只能送走三个人 我骗小弟 什么 你们竟敢骗我 等等我 原来是在做梦啊 还以为真传约了呢 楚慕你醒了 死了 吃点东西吗 陛下 陛下 原来你是女皇 怎么 难道你不信 抖音